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太了解陆毅了 绝对不会做出这个笑容来 抬头望了望阴森森的竹林 惊吓感觉到自己好像中了瘴气 她立刻拿出了从北镇府司要来的解毒丸 放入口中吞咽下去 她摇了摇头 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这林中哪里有陆毅的身影 只有随从的两名锦衣卫兄弟 只听见他们略有些担忧地问道 夫人 您没事吧 没事 继续往前走 惊吓回过神来 看来她果然是中了瘴气 她努力让自己清醒一些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正在此时 惊吓突然间感觉有力气迎面向自己射来 她立刻躲了过去 只见那力气瞬间射穿了身后的树 惊吓拍了拍自己的小心脏 好险 幸好自己反应快 两名锦衣为小兄弟见状 立刻一左一右 将惊吓护在身后 这可是他们陆迁氏的夫人 若是真的出现了意外 那么自己也难辞其咎 三个人抱团在一起 慢慢地在树林中穿梭 突然 只听见树林内回荡起一声声的鸟鸣声 声音异常的刺耳 让人难以忍受 惊吓艰难地拿出匕首 将自己的裙摆割断一块块 分给大家 将其散入耳朵内 方才好转些 惊吓不禁疑 这颜世帆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她的目的显而易见是想要抓自己 为何还要在林中布下层层陷阱呢 惊吓不想再和她继续打雅弥 拿出匕首 放在自己的脖梗处 对着竹林大声喊道 不要再装神弄鬼了 我知道 你们的目的是我 快将我四个放了 我留下 否则 我便自尽于此 你的目的也休达到 哈哈 小丫头 想见你一面还真是不容易 惊吓没有看见来人 只感觉自己头顶 响起一个男人的吃笑声 不要废话 赶紧放了我四哥和我姨 不是让你一个人来吗 怎么身边还跟着两只狗 那声音略有些不悦 紧接着 数十只箭头便纷乱地射向两名锦衣卫 两个人立刻拿起锈春刀抵挡 然而 终究是没有逃过乱箭 看着重箭身亡的两人 惊吓脸色煞白 心中怒火顿声 大声怒骂道 你还是不是人 不想让他们跟着 让他们离开变好 为何要赶尽杀绝 小丫头 你怎么能怪我呢 要怪也要怪你自己 我告诉过你的 让你独自一人来 可是你偏偏带他们来送死 你把我四哥和下一方了 我跟你们走 你把眼睛蒙上 自然会有人带你进来 最好别使诈 否则你四哥丢掉的 可不仅仅是一根手指头了 惊吓气得咬牙切齿 但是却又不敢得罪于她 拿着匕首 将自己的一百割断 蒙上自己的眼睛 等待着下一步 她感觉从天而降两名女子 她们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荷花香味 而这香味并非是加工好的香料 若是她猜得没错 应该是途径和堂边沾染到的香味 心下被这两名女子搀扶着 往竹林深处走去 她故意走得很慢 想要通过声音和气味来记住这条小路 穿过竹林 她又听见了流水声和瀑布声 一缓一急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感觉急促的流水 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近 偶尔会有水珠溅到自己的身上 这到底是哪里呢 随着水声的消失 惊吓感觉气温也逐渐地僵了下来 这是一个山洞吗 正当惊吓疑惑的时候 她眼睛上的布给摘了下来 只见严世帆慵懒地坐在前方的豪华椅子上 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悠哉地同惊吓打着招呼道 小丫头 我们终于见面了 废话少说 我四哥和我姨呢 你放心 我是一个守诺的人 在你来到这里之时 我便叫人放了你四哥 那我姨呢 你姨 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吴夫人是家中独女 哪里有姐妹 你别耍赖 你知道我说的是下姨 哈哈 我可做不了她的主 她的去留她自己说的算 你少骗人 她怎么可能会愿意留在你身边 你快点把她放了 你这个小丫头 怎么一点都不解风情呢 她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 又怎么会舍得离开我 这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乐 想必你也该懂吧 满嘴乌言晦语 哈哈 怎么 路易平日里面没有好好教导你吗 严世帆 你堂堂朝廷命官 难道不知道绑架威胁是犯法的吗 惊吓像个发怒的小狮子 怒瞪着严世帆 何来绑架一说 我只是邀请你来这里续续就而已 你这个小丫头 从路易这边论 你应该换我一生伯父 就算你不想变成小辈 你也应该换我一生三姐夫 呸 你不配提我三姐 永远都不配 小丫头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力 严世帆不似刚才一般温和 谋色间逐渐地变得凶狠起来 你让我来这里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那么聪慧 不妨来猜一猜 严世帆玩笑般地问道 我不知道 惊吓心知动明 但是却不打算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你夫君 我的好侄 此时此刻 正在费尽心思想要扳倒我 你说 他会为了你 而放弃眼前这个好时机吗 恐怕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路易向来公司分明 若是你没有犯法 路易绝对不会冤枉你 若是你违法乱计 路易绝对不会因为儿女私情 而迅思枉法 惊吓坚定得道 那咱们来赌一赌如何 赌路易会为了你迅思枉法吗 若是他为了救你 交出证据 那么我就饶你们这对苦命鸳鸯一命 若是他公司分明 那么你就陪我一起下地狱 惊吓怒瞪着严世帆 双手背在身后 不停地抚摸着自己的户外 他抬眸 再一次确认到 你当真放了我四哥 放心 我还不打算和吴家为敌 抓你 只是因为路易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 总是要给他些教训的 那就好 惊吓点了点头 出手 按开关 将暗器射向严世帆 一气呵成 谁料 严世帆手持扇子挡掉了暗器 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了惊吓的身边 死死地抓着他的手腕 轻蔑得道 这点小伎俩就想对付我 你也太小瞧我了 放手 你弄疼我了 惊吓使劲挣脱 但是却依旧挣脱不开 严世帆解开了惊吓手伤的户腕 威胁道 乖乖听话 否则 有你的苦头吃 来人 将这个小丫头给我关起来 惊吓刚想再一次说话 严世帆便将手中的药丸 塞到了惊吓的口中 笑着道 知道你有些功夫 不得为你吃些药 不过 你放心 这药不会伤及你性命 只是会让你全身无力而已 看着严世帆离开的背影 惊吓心悦发不安定了 他来这里之前 便知道严世帆的目的 只是事关四哥的安危 他不得不冒险行事 眼下之际 想办法逃出去才是关键 惊吓摸了摸怀中的手冲 眼下还不宜使用手冲 唯有等严世帆离开 这里的人放松警惕 才是逃跑的良机 才是逃跑的良机